发动机房东液粉色的 拿了两桶 一早上我家邻居就找我了 说车房东液没有了 问我有没有 那有没有都得有啊 爷哥都五六十岁 给他取两桶房东液 美好的周末从修车开始 气温终于零上了 现在是零上四五度吧 易东河已经开化了 再有两个月就可以在外边刷车了 哎呀说一下这两天被问的比较多的事 就是一气的员工购 可以买马萨的CX4 还有阿特兹 以及大众的那车懒镜吧 380TSI卖22万多 反正这几车 如果这个价格能买得到的话 确实是很值 你像七座220T高中率的懒镜 22万多 你还要啥自行车 在一个97,800买 CX4 怎么说也是个2.0的自动 但是吧 这车你抢不到 它是占那个 一气自己员工名额的 而且买完之后 好像是三年不能交易 其实这种资源车有好多 以前最多的就是奥迪 像当时42万的奥迪S4 以及老款的SQ5 包牌55万 指导价82万的A7 3.0T 实际落地不到60 再就是你像我之前开A4RO的 改款后的A4RO的当时 轻库存 就是圆中购的时候 27万还包牌 那你说 这车我买的时候裸车36 它27万包牌 是不是很有诱惑力 但是抢不到 基本上上架之后 几分钟就卖光了 就是关于一气 作为一个老马萨的车主 你像马萨这波操作 不管是阿特斯也好 还是CX4也好 卖到车的价格 等于把品牌的价值 完全的消耗殆尽了 以后它再出新款车型 我估计也不会有人买了 老车主的心都伤透了 新车主只会一味的去等降价 这种车恶性循环 杀鸡取卵呢 再有就是刚才 我突然想起一款车 奔腾的B70S 因为我有个朋友 就在奔腾上班 你说这个车 就是马萨CX4的换车 现在别管是 原中购也好 还是说马萨赛电 轻入存也罢 就是CX4的终端价格 已经相当低了 甚至做到了原版 比这个高仿还要便宜 奔腾这个新车型啊 销量堪油 不知道奔腾品牌 以后的车型 该怎么做下去 最大使靠那个S40 也就是后来的这个T33 T77 能有一部分市场 现在好像大家也都不认账了 这工业轨迹公园 上新货了 终于能对得起 它这个公园名字了 长春到乌兰浩特 这个双层的车厢 我记得我在大理那边坐过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通款 因为我也不是火车迷 型号是25B 双层软座车 这车 它怎么运过来的呢 车窝离太脏了 但是 贴近了还是能看到里边的样子 这个火车还挺好玩的 感觉乘坐舒适度能不错呀 然后 这边的硬座车 来看的人就比较少了 25G型 这只车应该 老绿皮儿大家都坐过 龙井 沈阳 白河 快速列车 然后 这里是 山海关道赤峰 来这么多街 但是 油漆应该重新摔一摔啊 我感觉 这个不经典点 项目 有点浪费了 里边坐个 茶餐厅 或者是 咖啡座一类的 这里是 沿急到大连 每一街车厢是不同车次吗 还是这个牌子是随便贴的呀 哇 这个远 稀宁到沈阳北 身被疲劳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街 不依依看了 反正这边都是硬座车 这街车厢破呀 沈阳到加州达奇 加州达奇是哪儿我都不知道 但它是个普快列车 那得多慢呢 阶级差距出来了 软卧车 那小时候坐车 老向往能坐一次软卧的 结果 这一排绿品 配了个蒸汽机车头 上游1346 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看不清它是哪个汽车厂生产 但是1985年2月 蒸汽机车来说好像还挺新 至少知道这车机车是唐山出品 把相机翻出来本来想拍拍鸟 一直红如没有 天上只有风着 那是一阶段 哎 有点 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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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